斗罗大陆五 重生唐三 作者 唐家三少 第144章 没找到美公子 治疗伤势是第一位的 没等唐三打听 独白就悄悄地摸到唐三的房间来了 小唐 小唐 你知道吗 他们这次历练的效果可是远不如我们啦 嘿嘿 独白关上门 神秘兮兮地向唐三说道 哦 师兄 师姐的历练如何 唐三问道 独白道 就杀了几只低阶妖兽 最强的也就是四阶而已 一个五阶的都没有 比咱们差远了 而且 听说他们还惊动了一个妖兽群 要不是老师们出手 恐怕就全军覆没了 他们根本都没能抵达这次历练指定的目的地 连目标妖兽的面都没见到 唐三道 我怎么觉得你有点幸灾乐祸 独白顿时脸色一变 我没有 我不承认 我怎么会幸灾乐祸呢 虽然以前大家都说我是吉祥物没啥用 但我也不会幸灾乐祸呀 得啦 回去吧 估计老师们心情不好 你可别把你这副样子录出来 唐三有些无奈地说道 其实他早就猫到第二批学员历练的效果肯定不会像他们那批那么好 他们第一批有他和五兵纪 整体实力更强 再者 他的战斗经验又岂是这些孩子所能比的 初次外出历练失败自然是可预见的 但只要能够从中吸取教训 就一定会有所收获 也并不是坏事 历练总结在第二天到来 毫无疑问 第二批前去历练的学员被狠狠地批评了一顿 听他们讲述整个历练的过程 其实也不算太差 但无奈有第一批历练的学员作为对比呀 对比着实是有些明显 没有获得足够的收益 没有找到目标夭兽 这次历练回来之后 学员们也没有太大的提升 受到的惊吓却不少 但总算 这也是一次真正的实战了 他们还是有所收获的 在唐三看来 这就已经很不错了 第三批学员当然还要继续历练 毕竟要一视同仁嘛 到了第三批学员 唯一的不同就是 这一批的六名学员已经知道有老师跟随 心里有底 这对他们的历练效果肯定会有影响 但现在也顾不上了 总要多尝试才行 唐三在最近这段时间显得很低调 认真完成老师布置的修炼任务和作业 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 偶尔锻造 经常去学校蹲守 对学院内的老师们 唐三就说自己去铁匠铺了 这一点有张浩轩给他证明 也没人多问 所以 他外出的时间自然就变得充裕了 但让唐三十分郁闷的是 他接连蹲守了多所学校 仍然一无所获 他心中甚至生出了疑惑 难道是美公子妈妈骗了自己 美公子并不是去上学了 可是 从他妈妈的表情来看不像是骗人 而且对方也没必要骗自己一个小孩子啊 怎么办 他只能继续蹲守下去 时间过得很快 一直到第三批学员历练结束 唐三也没能找到美公子所在的学校 第三批学员历练的情况比第二批学员要好一些 在明确知道有老师跟随的情况下 学员们的行动更加大胆 运气也比较好 最终的成绩要好点 这段时间下来 武兵纪的伤势已经好了 每天都在修炼 顾理 独白 程子诚提升的境界也算是稳定了下来 所有学员完成这一轮历练 总共用了一个月的时间 虽说只有第一批学员历练的效果最惊艳 但老师们在做整体评估时发现 正如唐三当初所说的那样 这种真正面对强敌的实战 效果明显会更好一些 接下来就是沉淀 修炼 让学员们消化这种实战的收获 又是一个月过去 对唐三来说 他最大的变化是从九岁到了十岁 这两个月 由于经常吃腰瘦肉 再加上他自身的调养 修炼 他的身体变化很大 足足长高了大半个头 身材也不再那么瘦弱 看上去顺眼多了 气质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刚来学院的那时间 他的表现太耀眼了 而最近这一个多月 他却非常低调 除了上课之外 其他学员基本见不到其他人 而通过平日与独白 顾理 承自成他们的接触 唐三以细水长流的方法 将自己的几个烙印的等级 逐渐提升了上来 其中 金鹏便被唐三提升到了四阶 偶尔他也会到后山尝试一下飞行的效果 时光便也提升到了四阶 天湖便提升到了三阶巅峰 到了这个程度 唐三就发现 果然晋级是不太容易的 越高层级的血脉烙印 晋级的难度大 他又不能一次性吞噬 吸收太多伙伴们的血脉之力 以免影响他们的修炼 所以只能循序渐进 所以 唐三现在的六个烙印 除了清玉藤可以忽略不计之外 另外五个烙印中 融合了叉翅虎和风狼的血脉之力之后 唐三仔细思考过后 暂时命名的风虎变六阶 他的烙印 闪暴变五阶 金鹏变四阶 时光变四阶 天湖变三阶巅峰 看上去 这些血脉烙印提升不大 但实际上 随着唐三的不断修炼 身体强度的增加 他的六阶境界逐渐稳固 保障的感觉渐渐消失了 这才是对他来说最为重要的变化 这样的变化 才是后续提升的基础 不过 唐三的心情并不好 他并没有因为自己的实力 稳步提升而兴奋 找不到美公子 对他来说 怎么都不会开心的 而且 越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蹲守的学院数量越多 他的心情也就越低落 今天 他蹲守的是最后一所中等学院 难道说 他真的要去蹲守低等学院吗 那范围可就大了呀 实在不行 就去美公子奶茶店蹲守吧 他总是要回去的吧 只要他会回去 就总是能碰到的吧 没有 还是没有 直到天完全暗了下来 唐三依旧没有看到他想见到的人 他真的有些失望了 回去吧 带着几分落寞 唐三返回了学院小镇 唐三脑海中不断想着各种可能 美公子究竟在什么地方上学呢 十二所中等学院他都蹲守了 虽说最后这一所学院他还只是蹲守了一次 但以他观察的仔细程度 就算是第二次 第三次也未必会有所发现 那么 现在的可能性就有很多重了 一个是美公子在低等学院上学 再就是美公子的妈妈其实骗了自己 美公子并没有在学院上学 而是去做别的事情了 或者是去了别的地方 这一个多月 唐三去了几次奶茶店 都没有见到美公子的身影 还有没有其他可能呢 唐三一边想着 一边开始爬山 进入家里学院的范围 正当他向上攀爬的时候 他的精神突然微微一震 一种奇妙的感觉萦绕在心头 他的双眸有些发热 炙热的感觉 似乎带来几分奇异的兴奋 是的 他的情绪竟然被调动得兴奋起来了 这是怎么回事 灵犀天眼 毫无疑问 这是灵犀天眼带来的变化 而且这不是危机的预感 天狐之眼能够观察气韵 但到了四阶之后 才能一定程度地掌控气韵 引导气韵 玩 记得订阅 开启小铃铛 点赞和分享哟 您能够听 gust・绝后 您能够听市场 等小铃铛 您的主任 您能够听频道 明天 会不过 希望我们